我们从厦门到广西 再从广西到重庆 最后来到了长沙 他们在桌子里放了一盘餐给我烤饺 太神奇了吧 老板 来碗米饭 这点辣 我嘴都辣烈了 这已经是我的第四碗饭了 我觉得这个很牛逼 这个很牛逼 我现在辣到不得了 辣得了 好辣 我觉得名不服食吧 这咸点是没味道 那是咸味啊 你脸上都吃出个痴来了 不不劳 不不劳 我们终于到地方了 这个是经济糖油脱脱店 一串这么多的吗 好 我们来尝一下 太有吃了 公空的 好喝 这挺好吃的 甜甜的 我最喜欢吃甜的 好喝 小心炸着嘴 好喝 吃这个糖油粑粑 买过来之后 稍微的晾那么一分钟左右 它会在表面结成一个壳 然后吃起来就特别脆 吃给你们听啊 好喝 这个姐妹渣渣渣 基本上每一个这样的闸串串店 都是这样的环境 便宜实惠嘛 最重要的第一是食材 第二是它的调料 要点更咸一点 味道也不错 但我还是最喜欢昨天的一家 好吃吗这个 好吃 好吃吗 我喜欢吃油炸 可是你应该少吃点这种油炸 你脸上都吃出个字来了 你看这里 有个痘痘 脸上吃出个字 这个字好刻薄 过分了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长沙坟地人推荐的烧烤第一名 门重 是这么多吗 门重 门重 门重烧烤店 来看一下这个是他们店的特色在捆鸡 捆鸡是什么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把鸭肠 鸡肠 还有猪脚肠 一层一层一层捆起来 捆起来之后变成一个圆柱体 然后浸泡在卤汁当中 最后切成薄片 笑不错 然后我们那边也有 我们那边 金坦话叫炸鸡 意思就是扎起来的肠子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这个是他们店的特色 烤牛油 好香啊 油汁在你嘴里 挂开 但是有点焦焦的香味 就有点像美拉德反应 烈火牛肉 蒜爆鸡 饭月烤鱼 豆豉的味道特别的足 在离这个蒙中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冬瓜山肉肠 排队拍的特别多的人 看到吗 就是这家 也不知道正宗不正宗 但是我看拍这么多人 估计是正宗的吧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冬瓜山烤肠 好脆 很扎实 口感特别的扎实 现在我们要去鲁哥饭店 这也是很多人推荐的 长沙的每一个菜馆上 都会有这样一个盆 这个盆是用来干嘛的呢 用来散碗 烫杯的 烫完之后把水倒进去 这个步骤有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用 心理安慰所有而已 这个是他们店的一碗箱 一碗箱里面有鸡蛋 青椒 肉丝 还有这样的 有点像油渣一样的 在这边的饭店吃饭 真的有一种家常菜的感觉 就是你去每个家都感觉 来到自己家里 这个也是他们店的特色 叫酸萝卜牛柏叶 叶都不辣 酸酸的 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太酸了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做法 看到吗 咸蛋黄 还有茄子 些什么丝 蛋黄一层一层沙沙的 蒙在这个茄子上 茄子已经炒软了 外面裹上了蛋黄 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是老长沙 好小 如果你喜欢吃糯米的话 这个很好吃 来长沙还是要尝一尝 多叫鱼头 我点一下 这个做法跟我以前的做法 还有点不太一样 他放了鱼丸子里面 这就是比较常见的晃头鱼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鱼 这个边上这一块肉 哇塞 白白嫩嫩的 蘸一点点汤 好吃 这个好吃 丸子我们也尝一下 还很贵 但是不会很入味 含着鱼好吃 这是一家长沙人推荐我来的 天宝兄弟 他们说他们吃鱼子鱼泡火锅 和吃龙虾都来这个地方 我们去试一下 啊 不营业吗 我靠 一定要做好攻略 他们下午4点半才开始营业 我们点了一份龙虾 一份排骨 一份鸡爪 就340块钱 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别的地方会贵一点 这五串牛油的价格是18 这个就有点离谱了 我们先来尝一下它这个牛油 也挺好吃的 这一份排骨 价格是60多块钱 我觉得这个还算比较合理吧 这看起来还是挺诱人的 它有点咸 它其实肉的口感很好 还有焦焦自退的 很有嚼劲 很扎实 这一份鸡爪的价格是38 我觉得有小贵 这个是他们店的特色鸡爪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价格又贵一点 但调味很好 而且很软烂 肉口齐化 真好吃 现在这个口味已经端上来了 和昨天的一样 首先头部还是去掉了 把砂囊去掉 然后尾部你看 开了背 不只是开了背 它把背部剪掉了一条 这样就更方便时刻去吃 当然也更入味 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这家的家的规格会比昨天的要大一点 尝一下味道 也比昨天的更入味更好吃 它的调味是能挂到这个龙虾上的 昨天那个就是一层油挂在上面 我觉得很失败 今天这个还算好吃 我觉得 就算它200块钱 比昨天638贵 我还是会推荐大家来自己夹 真的好吃 我在这地方只说 好吃不好吃 价格都是你们自己去评判 因为对于我的土豪粉丝来说 可能不算贵 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有点贵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的配菜才是最好吃的 很棒 很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